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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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灯的一种型号 就是灯前面有个镜头 我们来开箱看一下 灯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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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 它是LED的 抹的 積上 Sanders 応嘴 虜 草 草 這個沒有了 這個沒有了 先燈罩 然後當然就是燈了 這個沒有了 那它下旁邊的 先燈罩 才燈罩 這就一千 就好 好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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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镜头前面 大家可以看吗 有纹的 所以当灯光 它有一点的灯光发出来的时候 它整个灯是以直线传播 所以当你打灯的时候 可以有很远的距离 你都可以大概有十米 甚至超过十米的距离 你都可以打灯 然后这个就是调节它的远近 然后这个就是调节它的上下 所以它有两个调节 所以当你把它挂在顶上的时候 挂在顶上的时候 它后面 大家可以看 接给 我接给大家看一下 刚好有条线 所以接上这条线 大家可以看 它是很亮的一盏灯 哇哦 这边还有控制 不错这个 有一个USB 而且它是LED的 它是LED的 它是LED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一下 你看看 你不会那么劲打 所以它可以看它 所以这个就是Fanel Fanel是一个法国人 所以他就发明了 这个 基本上不用打灯 基本上他就发明了这个原理的灯 所以就用它的名字 命名为Fanel Fanel Fanel这个名字 所以它是 就命名了 它这凹凸不平的时候 所以灯有一点 经过这凹凸不平的镜片 它就变成像四面大方闪开的灯 变成一条直线 所以当这打开灯的时候 它就是以直线传播 可以发射到 灯光可以发射到 传送到很远的地方 而且这个是LED的 才不会热 这样才不会热 安全性 好 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 讲解更多的东西 今天刚刚收到 不要掉下来 还有Focus 还有对焦 所以它就像一个镜头 这样子 它可以对焦 大家可以看 可以变大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 所以你可以把它变成很大的光点 大家可以看到 看到最后面的灯 也可以变成很小的光点 所以这样子是很有意思的东西 然后不会发热 现在到现在都不会发热 而且它用的电很少 不过很重 这个是飞利浦的 它才用了60%的亮度 我看一下 这是百分之百 这个调节亮度 大家可以看 哇 开始吵 看到 调节亮度 这个调节亮度 调节亮度 调节远近 不错的一盏灯 好 有机会 再跟大家讲 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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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二五三 四大四 六十五 六十五 七八八 七八